我的感受是 不爱了 但是还有那么一点点不舍 这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这儿的原因 我要说一下 现在九级后的年轻人 有一个词叫游牧青年 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词 说现在九级后的青年是游牧青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们在一片巨大的草原上面 所有的人就像是木马一样 你可以四处奔驰 没有一条规定的路线给你 所有的人走的路 很可能都是一条全新的路 所以都会带来一些迷茫 都会带来一些 找不到经验的一些事情 就好像男生做的事情 我觉得很好 但是在你的心目中 除了去做这样的事业之外 你还在想 我要去改变一个我未来的妻子 她就应该为我平平稳稳地 安安定定地 很多男生要女生独立 她的独立是有界限的 她的独立是什么意思 叫你不要来烦我 但是你都要听我的 很多男生要的独立是这样的独立 这不是真的独立 我希望你对将来的恋人和爱人 稍微公平一点 你要允许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定义 而不能因为你的工作怎么怎么地 所以他就必须要安安定地 安安稳稳 如果这样的话 我建议你将来就是找一个合作伙伴 就谈恋就找个合作伙伴 你们奔向同一个目标 我觉得特别好 现在这个情况很简单 就是你把一个女生放生了 她本来一直在你身边 你放生了 放生之后 她的心收回来了 就那么简单 我知道你们中间 心目里面还有很多的不舍 但还是一别两宽 至于姑娘 我唯一给你的建议是 路不要跑偏了 心有时候也要收一收 不管怎么样 你的这个男朋友 他的品性还是很高尚的 我认为这个品性这个事情 是可以学习一下的 不要因为有人陪你玩 就把品性这个事情给忽略了 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 不管你将来和谁谈恋爱 都要牢牢地记在心里面 谢谢大家